聽到基督徒被拼拼死,這新聞在聖經上已有 在聖經時,司提反第一個述道者,然後是基督王又殺基督徒 後來一直追拼基督徒,所以在初期教會一直有拼拼 在後面提告,聖經也是如果受迫白或他復活,聖經也說 為主受迫白的人有福利基督徒應該預備好我們的深以滯受影響 不同的方法 vezes實力比神聖its.在怎麼辦? 基督徒是會更加有力量,更加光強作膽 事實上初期教會的力量是很大的 因為他們受迫伯的狀況,他們是以教神 甚至中國的教會在受迫伯的時候 是更加有力量,因為他們受迫伯的時候 更加會觸緊神,更加以教神,更加親近神 所以我們預備有這件事,而我們準備好 有迫伯的時候,當然我們為那些群體去祈禱 還有我們可以有機會的,我們都支持,經濟支持 宣教的支持,幫助那些群體 求神祝福這些群體,這就是我們可以做的 亦都是有個心理準備,有一天我們都受迫伯的 信道,但這件事是有福的,就不要怕死了 如果我死了,那些谷人怎麼辦呢? 到那時候,如果聖經所說的那些災難 其實很多事情都已經再不一樣 我們想像這個世界,現在聖經所說的 在末後的時候,水滅血 那些水滅血,全世界的水,那些水滅血 那些水滅血,那些水滅血,那些災難,那些災難 到那時候,在《聖沙磊加》後書第二章 我們說到是離道反教 很多人離開真道和反神的宗教,反基督教 那時候呢,我會想像,又沒有水 沒有水的時候會怎樣呢? 水喉沒有水,那些人還能不能住在屋裡面呢? 怎樣生活呢? 還有,這個世界這麼亂的時候 一邊打仗,那些基督亞一邊打仗的時候 家裡還有沒有電呢? 那些大蟹一座座這麼高的人 還能不能住在屋高呢? 你沒有電,沒有水,根本你住在屋高是不行的 在這個時候,到底這個世界會怎樣呢? 我們根本都已經完全沒有掌握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耶穌快回來了 我們就如來好我們的心 都不要計較死和生 而是我們做好見證 亦都向周圍的人做見證 因為如果去到的日子 這個啟示錄十三週所說的就是 受印記,才可以做買賣 就是那個時候呢 根本我們買東西,買東西 買東西,吃,做生意都已經做不到 那時候我們就說不要緊 神給我多久日子,我就多久日子 我有多少食物,我生存了多久就多久 我就是做什麼呢? 我就是去更加給神用 更加去愛神 因為我覺得在基督徒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有些人知道 好,就不知道 好,就想賣 但是,我們會坐在這座裡 這個時候,我們也要去買賣 了對吧 這個時候我們也要去買賣 那時候,我們也要去買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